一枚炸弹落在战地医院上空 眼看飞艇就要撞到炸弹 一名士兵急忙上前拉住脚盘 但绳子却被突然拉掉 所有人都向大门外跑 门是向离开的 但所有人都挤在一起 根本就打不开门 那名士兵却反其道而行 他进入一个房间 关上铁门 用帆布将自己保护起来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 五名法国士兵因自残 想要提前退役回家 被判处死刑 从而被押送到索姆省的最前线 第一名士兵来自塞纳河 他叫巴斯托 参军前是一名木匠 曾与一个红发女郎 过着放浪的生活 他也是最冤枉的一个 因用手枪驱赶老鼠走火 打中自己的手指 第二名叫盖纳德 也来自塞纳河畔 参军前是一名国家铁路公司的电汉工 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富人们制造枪支弹药 就让他们当炮灰 战场上从来不忍心杀死敌人 于是盖纳德 故意用手摸滚烫的枪管 导致手掌受伤 第三名叫贝努瓦 他是五人中最猛的一个人 他本是一个农夫 结果被抓了撞钉 战场上他还打死了一个乱踢尸体的军官 最终用枪自残力之手 第四名是来自科西加岛的巴斯托 参军前因为他的拼头 而划伤了一个男人的屁股 并蹲了五年肩膀 1916年 犯人被征调到凡尔登前线 他有了戴罪立功的机会 他和一个战友共同开枪 打伤手掌 第五名是最年轻的马尼克 大家给他取一个外号 史车菊 他是个来自乡下的淳朴南海 有个轻微竹马的未婚妻马蒂尔德 一次战斗中 他亲眼看到 对友被炸成肉鱼 夜晚他手夹香烟 引诱德军开枪至手残 他和另外四个法国士兵 都希望透过自残的手段 好让自己可以早点退伍还乡 但是他们都被军阀审判 原因仅仅是因为 自残是逃避战争的行为 马尼克在参军前 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 他曾英勇搭救灯塔的看守 五人被押送到黄昏冰国的战壕 他们不是在这里戴罪立功 而是要被丢到两军之间的 无人去等死 前线指挥官非常恼火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再半路就把他们放了 一个热心的火夫 看到马尼克还很年轻 于是给他独自做了一份美餐 法军和德军之间 战壕只有一百米远 扔手榴弹又扔不到 开炮距离又太近 更别说用毒气 往往可能会被自己毒死 被放逐到无人去的五个犯人 是死是活 只能听天由命 苦苦等待未婚夫归来的马蒂尔德 却迎来立封未婚夫的阵亡通知书 他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马蒂尔德是一名孤儿 父母去世后 由他的叔叔 婶婶两人养大成人 他自小就左腿残疾 他不相信未婚夫战死了 为了证明这个几乎无法证明的事实 左腿残疾的他 毅然踏上了漫长的千里巡夫之路 如果未婚夫战死 他肯定能感应得到 马蒂尔德找到 曾经押解五名犯人的忠实 忠实告诉马蒂尔德 前两天五个犯人都相安无事 之后 自己被调走后 再也不知道他们的事 后来 五个人的遗物 交由忠实负责 带给他们的家人 战争结束后 忠实身体意志不好 正好由马蒂尔德负责这件事情 里面有每个人给亲人写的信和遗物 马蒂尔德觉得 这些都不能代表 他们已经死亡 他用父母给他留下的遗产 去雇有名的私家侦探皮耶 人送外号 包打听 由于侦探的女儿和马蒂尔德 同样有着小儿麻痹症 于是给他的折扣相当低 马蒂尔德 首先打听五人中的农夫 教父告诉他 农夫已经战死 他的妻子变卖家产 不知道去了哪里 随后 侦探来到科西加岛 他在那里没有找到 巴斯涅的拼头蒂娜 此时的蒂娜 也正在打听黄昏冰果战壕的幸存者 蒂娜深爱着巴斯涅 蒂娜得到一个消息 一个穿着德国军靴的士兵 背着一个伤兵 从黄昏冰果的无人区逃出来 去了战地医院 穿着德国军靴的士兵 就是木匠 马蒂尔德相信 那名被木匠背出来的士兵 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于是马蒂尔德和侦探 主要调查两个人 一个是巴斯涅的拼头蒂娜 另一个就是给马涅克 做最后一顿美餐的火服 马蒂尔德开始张贴有奖寻人启事 没多久 他就收到几封来信 而在科西家岛的侦探 带回了关于木匠的一个线索 当年被押送到黄昏冰果的木匠 意外和好友应饼干重逢 两人曾经反目成仇 这一天 他们两人兵士前嫌 再次成为了好朋友 马蒂尔德想到 应饼干的妻子肯定知晓一些事情 于是他找到那个女人 但女人并不想提及他的丈夫和木匠 在马蒂的依在追问下 应饼干的妻子 决定用写信的方式讲述 原来当年法国有一项规定 如果家里有六个孩子 就可以免除伏兵役 目前应饼干有五个孩子 而这五个孩子 却都不是自己的 因为他不能使妻子怀孕 他这才想出一个办法 让自己的好友木匠 替自己完成这件事 木匠和他的妻子 在很多地方进行播种 但女人始终没有怀孕 虽然两人是好友 但应饼干 却对两人在一起产生了嫉妒 他和妻子不合 与好友木匠成为了仇人 当应饼干在黄昏冰果 遇到木匠时 或许这是他们两人最后的见面 两人一报敏恩仇 此时马蒂尔德的律师叔叔 打来电话 称找到了马涅克的坟墓 当年成千上万的士兵 被埋在了一起 这一消息 似乎让他失去了希望 正当他彻夜难眠的时候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找上了门 他就是当年的火夫 火夫告诉马蒂尔德 他亲眼目睹五个犯人被打死 第一个是科西加岛的巴斯涅 他声称不是法国人 而是科西加岛人 并举着白旗 向德国人投降 法国军中的一个下士 一枪将他击毙 而这名下士 也被巴斯涅的拼头蒂娜解决掉 第三个就是电汗弓 他感到绝望 这次要站着撒尿后再等死 最终被德军击毙身亡 第三个就是马蒂尔德的 未婚夫马涅克 他在树上刻上三个案后 就被德军的信天龙飞机扫射而亡 第四个是勇猛的农夫 他一直在躲避德军的扫射 从而在一个断臂前装死 最后还是没有比较过德军的轰炸 第五个就是木匠 在他扔出一枚手机后 同样被信天龙飞机扫射而死 之后火夫又弹到了战场上的恐怖体验 被轰炸后的士兵 每个人几乎都是手脚发展 简直就是地狱 无人在无人区消失后 法军向德军发起了进攻 但在德军重机枪扫射下 法军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马蒂尔德与火夫 查看了衣物中的信件 马蒂尔德觉得 穿着德国军靴的木匠 他扛着的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但火夫却说 那个穿军靴的士兵肯定不是木匠 因为硬饼杆 不会让木匠穿着德国军靴去无人区 那样德军会第一个将他打死 那天晚上 火夫看到硬饼杆 把自己的鞋子换给了木匠 顿时马蒂尔德的希望再次被破灭 之后 虽然马蒂尔德去了当年的黄昏丁国战壕 但那里已经成了农场 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到 在一家餐馆中 一位德国女人 向他透露了一个线索 德国女人的弟弟 曾经看到过 马蒂尔德克克下三个案 又看到一名士兵 两次被上帝眷顾 一直活着 蒂娜连续杀了两个当年的法国军官 从而被捕入狱 马蒂尔德通过律师叔叔 在监狱里见到了蒂娜 从他口中得知 当年总统已经签下了特赦令 也就是说 那五个人完全可以活下来 但特赦令被法军军官拦下 单单就是为了修复放大镜手柄 观看摩托裸体 所以他是蒂娜要杀的第一个对象 而第二个人 就是在无人区将巴斯涅击毙的下士 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蒂娜又说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当年的医护兵 看到过农夫和马涅克 那个穿着德国军靴的大个子 就是农夫 而身上扛着的是一个年轻小伙 这些都是蒂娜用自己的方式找到的线索 但最终火夫看到了那个下士 将他的爱人杀死 蒂娜的希望彻底被破灭 马蒂尔德拿出蒂娜爱人的遗物 怀表里有一封信 报复没有用 快乐一点 别为我耽误了你的一生 蒂娜看着爱人最后的遗言 她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蒂娜根据农夫写给妻子的手抄信件 从信中解除了藏头诗 他确信 那名穿着德国军靴的大个子 就是农夫 于是他在信中得到的地址 去了之后农夫的新家 在那里 农夫也终于出现 之前当马蒂尔德贴出告示寻找线索时 农夫就知道 早晚有一天 宪兵会来抓他 他还曾试图要杀了马蒂尔德 但最终还是没有下手 他又说道 当年被炸弹炸飞后并没有死 而后他钻进了意外发现的地道 法军发起冲锋后 几乎全军覆没 而硬饼干 穿着好有木匠脱下的德国军靴 亮亮呛呛地走进了地道 当他死了之后 农夫又穿上了硬饼干的德国军靴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军靴会在他的脚上 之后农夫又将士兵身份军牌调换过来 当他从地道出来后 听到了年轻士兵马涅克的呼救 他用同样的方法 把身份换在死去士兵的身上 到了这里就出现了开头内容 农夫躲过轰炸后 按照当初农夫写给妻子的原件信 他的妻子变卖家产 重新买了一个农场 一家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着日子 而马涅克在医院被轰炸前就被转移走了 农夫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蒂尔德听到这里 又是一场空 但总算没有证实未婚夫死了 他还有希望 事情得到了转机 这天邮差送来一封信 信中写道 让马蒂尔德不要轻举妄动 这是侦探来的信件 告诉他马涅克还活成 当年农夫为马涅克互换了身份 他的名字叫德斯罗歇尔 当真实的德斯罗歇尔的母亲 得知这一情况后 他还是姜甲的儿子 从医院接了出来 直到这名母亲出车或去世后 马蒂尔德一家人 去了马涅克居住的地方 当年的马涅克受伤后 由于发烧严重 失去了所有记忆 当这个跛脚的女孩 站在他的身边时 他不知道 这就是他当年日思夜想的未婚妻 不管结局怎么样 即使马涅克失去了记忆 马蒂尔德终于千辛万苦地 找到了未婚夫 漫长的婚约 听起来像一部史诗般的爱情故事 但影片叙述的 却是一个近乎偏执的执着女子 寻找真相的历程 马蒂尔德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看着他 在柔美的空气中 在花园里的和须阳光下 马蒂尔德就这样地看着他 即使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也能感受到 马蒂尔德此时的幸福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